有讀者告诉我说 他看完书以后 他现在处在人生的比较摸索阶段低潮期 那看完这本书以后 给了他很大的前进的力量 那这就让我非常非常的高兴还有感动 因为我是多么希望 当年我一个人在美国就觉得很无助 比如很挫折的时候 我也那时候也很希望可以有这样的一本书 来鼓舞着我 那有读者他是写信给我 他刚到美国 他觉得他有长辈一直鼓励他说要继续到美国大学去深造 但是他因为语言障碍 所以就心中非常的害怕恐惧 但是他看完这本书英文学习的片段以后 他就跟我说他找到了勇气 他觉得他可以面临挑战 到当地的大学再去接受这样子一个全新的挑战 那有比较年轻的读者 告诉我说跟我分享他最喜欢书中的一句话 他说那句话就是飞机起飞的这一头 有我最亲爱的家园 飞机降落的那一端我一无所有 但是我从未后悔当初放手一搏 他觉得这一句话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那我也希望这一位年轻的读者可以在他 接下来人生的旅途中都拥有这样子莫大的信心 让这本书可以一直陪着他 因为这真的不是一本可以让读者 立刻麻雀变凤凰一飞冲淹的武林秘籍 这只是一本很平凡的如何面对挫折克服挫折实现梦想的故事 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希望透过我的读书方法还有经验坛 让为所有台湾的孩子前头的路点上一盏小灯 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本书里面讨论到东西方教育的差异 还有文化的差异还有探讨 也可以为这片土地贡献一点点很微薄的力量 那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我就希望这本书可以陪着我们台湾的大朋友小朋友 让大家追梦的道路 还有出去闯荡的步伐 可以少一点辛苦多一点幸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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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